我們經常說工程界別,其實跟勞工方面都可以說是息息相關的 沒有建築工人的話想工程方面加快上馬其實都不容易的 這方面你自己怎樣看輸入外勞這個情況? 其實這個建造業界勞工的短缺已經是一個存在已久的問題 也跟其他很多行業一樣都面對一個整體性勞動力一直下跌的情況 政府都有數字,四年間勞動人口下跌20萬 你計一計數每年5萬,平均每個月就不見4000 至於建造業本身那個短缺的情況,我們又有實質的數據 因為建造議會在早前其實做了一個相當仔細的調查研究 還有對於跟著幾年那個人力的供應的狀況,我們的短缺的狀況作了一些預估 如果以前線的工友和技術人員來說 目前是欠缺萬多人,然後2027年這個缺口增達到4萬的 其實我們其他專業的職位,包括工程師或者相關的鈔糧等等 都是欠缺,這個分析都是分門別類都幾詳細的 對於一些專業的人士,政府就已經在它那個人才清單擴大到51項 那裏面11項都是跟建造業相關的,那些起碼要求有大學相關的學位 然後就有三年的工作經驗,那部分就是另一方面的人才的狀況 至於那個勞工,這次政府都是從算如流,就是昨天宣佈了 也都已經有一些細節,就是關於那個行業輸入勞工的計劃 建造業方面,那個配額上限就是萬二個 其實政府都說的,因為它都知道我們那個短缺其實是一直這幾年下去越來越嚴重了,所以昨天宣佈的時間,它也都清楚 都是表明,其實這個萬二個至於未來幾年預計短缺大約是四至六成 並非接下來都不可能是全靠輸入的了,都還是有很多本地的要去招聘 所以如果你說有工會擔心這個計劃會影響本地工人就業 我覺得這個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這個情況就很清楚了 即使是這樣輸入其實都是不夠的,所以我們不是說是否還要繼續在香港招聘 而是招聘的情況,究竟是否真的可以達到我們那個預期的效果 這個問題 昨天公佈的措施一籃子,其中一個少人討論的就是有個抽水機制 聘用外勞的僱主就要繳付每人每月四百元的僱員再培訓徵款 請一個內勞來香港要付四百元,那做甚麼呢? 就用來放回去培訓局那裏提供課程給學員 學員現在又五千八元一個月,但又增到八千元 說這個機制其實好像講不講得過去呢? 即是再培訓,如果政府要搞就自己搞 為甚麼要在外勞的僱主身上口袋再打算? 其實這個做法我覺得其實都是一方面讓勞工界都適宜 其實政府和我們行業的商會,我們的專業的學會等等都強調 其實現在那個輸入的勞工計劃絕不是說要找廉價的勞工 你看一下,第一就是說我們剛才都強調,政府也都強調 就是說我們輸入的勞工的同時一定要加強本地的培訓 所以那個本地培訓加強和吸引他們參加這些再培訓 其中一個比較具體的就是有這個四百元 我覺得這個我們商會都是支持的 其實在先前跟政府的討論之中 其實我們都是強調幾條腿走路 一方面我們就強調輸入一定要做的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可以請求本地工人 第二方面就是我們那個技術上都要不斷提升 就是更多的自動化 在建造的方法方面,大家現在都已熟能場的了 用所謂是組裝合成法就是MIC 第三方面就是那個培訓方面 我們也是認為要加強的 所以對於這個四百元的徵費 其實就是既然我們的輸入都並非為了廉價勞工 並非為了減低成本 簡單說,輸入其實就可能計算整體性 因為計算它的居住的安排 其他貨物的生活安排 其他貨物的生活安排 有些就說有些行業可能是能夠在當天來回的等等 這個輸入勞工計劃無論是應用在哪個行業 其實都真是整體一個輸入的勞工 那個成本是絕不低的 所以這個我相信也是一個好的平衡 那個徵費你四百元一個人頭一個月 那兩萬人數上限計兩年 那整個億的了 那你成賣個大數 那整億用來放你再培訓 但問題現在再培訓是沒有人讀的 其實就是要鼓勵多些人讀 你說得很對 其實這個正正是我想說的 在這幾個方面大家所謂的共識和鋪排 當然是合理的 但是文傑你就完全是怎樣出呢 這個最大的問題 根本就是找不到人 因為我剛才說的 那個勞動力已經一直這樣下跌 而且我們的出生率又低 是不是 就是平均呢 你講的是 那對夫婦是生0.8個小孩 那我們 譬如說去年 三萬多個嬰兒出生 是不是 死亡的就是六萬 那你們看到 根本就是那個自然那個死亡的出生率 已經那個人口是一直下跌 所以我都不斷地說 其實政府真的要 就三個人 人才 人力人口 都有長遠的政策 是 剛才文傑說的問題是很對的 因為 政府就強調 第一就是當然 我們建造議會 其實都做很多工友的培訓的 也都盡力去提升 建造行業那個 無論在地盤的作息安排 還有就是那個行業本身的形象方面 都是有努力 也都這幾年都是 不是說沒有年輕人入行的 但是真的遠遠是不足以應付我們工作所需 其中一行就是講職業訓練局 提供更多的高級民憑課程名額去培訓技術人員 我自己就是建造訓練局裡面 是工程學科的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都有好幾年了 高級民憑所謂high deep 我們真是面對一個 是修身的極為困難的狀況 大學都修不了 所以說不符合大學的修身資格 選擇訓練局的我們高級民憑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出路 過往其實我們有很多 譬如說專業工程師 都有些是從這個途徑一路做上去 其實是一個好的出路 不過問題就是說 大家都說要吸引年輕人入行業 建造要吸引年輕人 旅遊要吸引年輕人 各行各業都是 有多少年輕人 這個就是文傑所講的問題 一語道貨是文傑 其實很多時候都聽到很多故事 在培訓的課程 叫人去讀 家庭主婦都照殺 以前沒有什麼補貼 都沒有人願去讀 現在你說加到八千元一個月 學員也有補貼 那會當作坐下上課 然後坐下課 睡著 然後就代他八千元一個月 這樣就扭曲了 扭曲了原意 沒錯 這個所謂earning learn 其實已經是行了很多年了 其實都是好事的 因為有些學員 可能家庭情況 都不是那麼理想 變成你要去學這個技能 如果你說學的技能又沒有收入 那他真的要想 失業率高的時候 你又要搞培訓 幫他找工作 增加他的競爭力 現在失業率低 人人做什麼再培訓 立刻去找工作 我想我是這樣看的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都要鼓勵一些年輕人 他盡量都是找機會 學一個技能 譬如有些短線的工作 沒錯是賺到錢 但是有些工作 第一 他長期做下去都是這樣 因為他本身沒有一個特殊的技能 即是要看長遠一點 還有如果我真的掌握了 譬如我在建造業的 拿到某一個牌子的話 其實就一記旁身 這件事就是 我們世史地會的狀況 當然沒有今天那麼富庶 但是我們自小的教育 我們家裡的教育 都是說質力一記旁身很重要 盡量自己有門技能 這是最好的 我想我們都是鼓勵年輕人 這件事 不過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的高級民情課程 或者其他的課程 或者建造議會 或者其他組織舉辦的短期課程等等 其實就是那個質素相當好的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無論是導師 課程安排都好 苦於吸納不到 抓個人來學 這個就是 我一直都強調的 香港的人口政策的問題 如果一路的人口這樣跌下去 又又老化都幾糟糕 譬如這次我們輸入 在建造業 我相信就算現在現有的工友 都覺得是幫得到的 因為第一 如果你某一些工種缺的話 就影響其他本來不缺的工種的開工 另一方面 現在你看到有些年紀很大的工友 都真的要在地盤爬上爬下 如果你說我們足夠人手 在工作上安排 是能夠好些的話 也不一定需要一些年紀大的工友 可能真的 手腳都慢了 體力差了的話 還有一些是那個體力要求很高的工種 所以我覺得這個輸入也要配合其他很多方面 希望可以更加好地解決我們的人手的問題 另外想問一問 建造業方面 輸入外勞計劃方面 現在優先是考慮給一些工程項目 包括基建、工程房屋、造地、機場工程、醫院、鐵路等等 政府就說考慮在特殊情況之下 先給私營的項目去申請 就是必須都要證明引入那個勞工在香港非常短缺 這方面其實 應不應該再進一步放寬呢 其實你說還要證明什麼短缺 就不需要的了 剛才我也解釋了這麼多 政府其實都是認定了這個行業 是的確嚴重短缺 目前政府也都比較擔心一件事 就是下來都每年政府的公務工程都有過千億價 連同私營工程一年是三千億左右的工作量 建造業面對這些工作量 如果你不夠人手的話 其實特別拖慢了公務工程的開展 其實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社會影響到大 因為公務工程其實有邊單不是民生工程 你說開發土地、建工屋、交通基建、建路人社、醫院的工程、學校、供水、供電、排污等等 這些又是不能夠拖延的 所以政府都是看到這方面的問題 那現在25,000配額你覺得收不收貨呢? 有沒有第二階段呢? 其實第一就是 這次基本上有兩個行業 建造業和運輸業 政府亦都說 都知道這個配額 就是萬二個對於建造業來說 都只是未來幾年那個預計短缺的四至六成左右 我們還要欠萬幾個 起碼 另外還有一些在這次涵蓋的兩個行業以外 其實很多都叫救命的了 比如你說旅遊業、酒店 其實你說就算是餐飲業 都經常散了不夠人 但是我相信政府也不敢一下子開門開得太闊 要起碼這些我們先做了 因為建造業特別是政府說 先是給公務工程那方面的輸入 也都除了我剛才解釋的理由 因為公務工程政府就很擔心 真的缺人的話就影響了這些民生問題的解決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說這些比較大的工程 就安排工友進來 還有安排它的居住等等 都條件應該就較為好些 比如說它的地盤大的 它可能真的有一些臨時宿舍可以搭建 另外政府的 現在有一些隔離檢疫的設施 也是用MIC的那些 其實一個這些地盤 它現在已經建造了很多貨櫃式的臨時居所 其實又很適合作為一個工友的宿舍 當然還要管理得好 所以為什麼政府先由這裏起步呢 也是有這個原因 另外就是說 是不是有職日來會呢 就看一下開工的地點在哪裡 不過建造業 因為其實全世界都是 施工隊是到處去的 所以你說建造業的勞工 是去其他的地方去做事 其實是譬如在內地都司空見怪的 內地有哪裏城市有工作的 很多省市施工隊 建築的公司就去那裏做事 所以就是有這個背景 我相信為什麼政府都比較放心 讓建造業先行這個計劃 那要看實施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今天先謝謝你 謝謝盧議員 謝謝